看看新闻网 在纽约摘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这也是她演艺生涯的第一个殊荣 自此张曼玉又先后凭借阮玲 甜蜜蜜 花样年华摘得金马影后桂冠 四座影后奖杯也让张曼玉成为金马奖历史上获影后大奖最多的女演员 今年正值台湾地区金马奖50周年大庆 组委会特邀这位多次丰厚的巨星担当大使一职 由于去年金马最帅评委主席刘德华的朱玉赛前 因此本届金马奖的主席人选引得外界浮想联翩 在张曼玉心里早已有了最佳人选 而这个人跟张曼玉绝对是关系匪浅哦 有媒体朋友问我说会不会是梁朝伟 不会的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梁朝伟 因为他有一代中学会的角逐 那我走 我不走 答应是梁朝伟我才来的 公开叫嚣非你不行 不知为少刘嘉玲听到后会不会再度打烦促谈呢 张曼玉与梁朝伟多年的感情纠葛 虽然已彻底成为过去式 但二人天衣无缝的合作已然成为传说 近年来张曼玉不仅没有电影作品问世 更有大别隐含之事 如今面对赵薇 杨采妮等女星 纷纷升级做导演的大潮流 张曼玉却坦言自己不是这块料 我好几年之前有想过当导演的 然后再想想就是觉得那个领导能力 我觉得我不是很强 然后我很不好意思嫁人做自己的 我觉得我这个性格不适合说 我做不出来 所以很难做当导演 不做演员也不当导演 张曼玉回归起最老的套路 眼而优则唱 不过演艺事业早已达到巅峰的她 唱歌完全土个乐趣 根本不是为了改行做歌星 期待女神唱片的粉丝 这次恐怕要失望了 出来还没有决定用来干嘛 可是很享受在那个音乐室里面 她弹一个 我唱一个 我觉得那个很快乐 我在那个里面 所以我只不停去找不同的人 你跟我一起做文件 娱乐新天地 范峰痴心不改报道